没错 如果是红球队现在非常紧 他可以考虑勾到红球队 像这种情况 一般职业选手可能会考虑勾红球的薄边 然后母球顺势再回开岸去 所以说和高手对决 确实田鹏飞他的锻炼价值非常大 包括和傅家俊 包括这次和马奎尔 对方是高手 做出很多的斯诺克 让田鹏飞来解救 差一点还碰到了 没关系 像这种思路 你只要掌握好了 就可以慢慢练习 这样基本上变成半台球 马奎尔有机会了 他要进攻 爬身还是有一点别扭 用加杆 可以甚至叫黑球 万 交得太直了 这个球只能发力 发力呢 就得控制好母球的这个下球点 对 需要打得很准 强力低杆球 给了一很强的左侧旋转 没有很好的 看看 没有很好的机会 防守了 不是很好 这张防守 可以打从右手的右边的第二课 打也很薄鞭 这样母球呢 很容易跑回去 对 力量不好 中途就停在这了 会给对方留下机会了 左边的红球 不用看了 因为有黄球 马奎尔不会去考虑 看看右边的红球 有没有机会 最右侧的红球 有一个原先进攻机会 应该说 需要出竿非常稳定 因为边上有一颗黄球 防守 还是因为那个黄球影响到了出竿 对 应该说 这就是马奎尔啊 就是包括前面提到傅家军 他很全面的一点 就是我既然我已经二比零领先了 我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 我都不会勉强自己 是追求完美的 这一类的选手 确实像咱们之前所分析的马奎尔是 能力非常全面的一位选手 天鹏飞这次远先的进攻啊 又是出现了不小的偏差 其实我觉得 天鹏飞 现在更应该锻炼的 就是在自己没有手感的时候 采用什么样的合理战术 因为像他现在击打的这颗红球 可能状态好的时候 应该没问题 但是今天可以看出状态并不是很好 而且这颗红球打不进的话 你会给对方留下非常好的进攻机会 对 是不是可以考虑尝试一下防守 或者今天跟马奎尔练练防守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球马奎尔击打中带 也出现了过薄的失误 应该说也没给天鹏飞留下什么很好的机会 这一盘比赛 天鹏飞真的应该和马奎尔来练一练防守 对 对 很好的机会 那考虑翻弹 看看咖啡球 右边的这颗红球 没机会 有点着急了 对 就看翻弹确实有点着急 可能这也是年轻选手的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年的全国体育大会的女子斯诺克的比赛 两位女选手运用翻弹比较多 可能技战术水平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不是说不可以翻弹 而像现在天鹏飞采用这种翻弹 翻不进去很有可能给对方留下机会 这个尤其是自己零比而落后 就有欠伤去了 对 看这张准度 没问题 运气不是特别好 被中带的红球阻挡了一下 可以选择低分值彩球 因为看上去有两颗红球在接应着 对 看看这张准度 今天马克尔手感不好 运气还可以 对 这球没劲 不仅没有后跟带 相反的还贴到了裤边 那天鹏飞又要尝试进攻 好球看看母球 看看粉球中带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这边转度很关键 打薄了 天鹏飞 这么打今天可能对于天鹏飞来说很困难了 是很困难了 这场球如果天鹏飞是零比三实力 他是一胜一负 竞胜局是负四 应该说已经没有任何出现的机会 本来我们再算如果天鹏飞输 是要比小分了 就是希望艾伦在晚上的比赛赢福家军 那么天鹏飞福家军 艾伦都是一胜两负来比小分 但现在他输零比三的话 那小分太吃亏了 就肯定被淘汰 应该给我感觉天鹏飞第一盘的头半盘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从后半盘开始 那心态就没有控制住 第二盘没有机会 第三盘呢 稍稍有点斗志 不够昂雅 有点丧失了 对 有点不够昂雅 还是 怎么说 因为我开赛前跟天鹏飞聊天 天鹏飞队认为自己手感非常不好 也是刚才前面一直强调的 近一年来说 没有这么高水平的对抗 其实他等于是面对了这个问题 他没有办法解决 也想不出的办法 说我手感不好 我没有这么高对抗 所以这比赛我打不好 实际等于是他发现了问题 没有解决好 其实我觉得你不一定 在战术上 就是只有自己状态好 才有战术 就像他对傅家俊一样 我希望他还是能够 有机会看一看 他跟傅家俊的那场比赛 对 好 打进这颗红球呢 就超分 谢谢 绿球 这个球没有进 翻胆回来 绿球近代 刚才说的今天马格尔运气不错 这种球是纯属运气 但是这个球没有进 61比8 马格尔领先的已经比较多了 天鹏飞是也比较有绅士风度啊 主动向对手握手之意啊 施以认输 这样是61比8 马格尔赢了第三局 这样在BTV杯国际斯诺克北京邀请赛 第四个比赛是B组第五场比赛 苏格兰名将斯蒂芬马格尔3比0 战胜了中国选手天鹏飞 这样马格尔三战全胜以B组第一进入四强 而天鹏飞一胜两负 应该是提前遭到淘汰了 感谢观看